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 真的不仅仅是一个仪式 真的是你的一个约 千万不要小看约 一个人言而有信 在中国古人是一诺千金 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 比如说你有什么难处 你有官司 你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你去找这个人 汉朝的时候 他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他说诺就是OK 你出去可以告诉别人说 这件事情已经办成了 这叫一诺千金 我们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 在宗教会这个子的面前 在天使的面前 在撒冷的面前 立了这个约 你不要小看 你可以小看 但是有一天 当你面对审判的时候 出对的是你自己 哪怕 我们教会 或有法拉圣的宗教会 所有的人都是欺骗神 都是说我拿到圣布我就走了 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教会关门了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从耶稣基督 有十二个门徒 最初的几百个 几百个门徒 一直到今天 基督徒是减少的 还是增加了 现在二十多亿 加上天的教会 应用二十多亿 没有减少 你不信有人信 你不跟有人跟 哪怕说 一间教会关了 两间教会关了 信主的人 不会减少 受亏损的是自己 真的是自己 千万不要觉得 你给上帝给了面子 给教会给了面子 给牧师给了面子 我都来了 别那么想 是上帝恩待了我们 拣拣了我们 就不配的人 成为他的儿女 还有就是提外话 希望大家都往前坐 你看躲在那个后面 我都看不见谁的脸 那如果现在把灯关了 你们都看不见 光是我的声音呢 那我们是听神的话语 除非比如讲 徐亦明弟兄 我说你往前坐 他一生的那个 工作服 他说他坐后面 其他人尽量往前坐 你看这边看得多好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眼睛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脸 我们说话的时候 彼此有个交流 有什么 有什么 就是 不能见人的话 还是很丑吧 还是不会让我看见你的呢 没有我对吧 那我们往前坐 大家尽量往前坐 然后 来了以后把前面坐满 你再往后坐 因为你来了 人往后坐 那更来了 你再往后坐 如果你们满了怎么办 你们都堆在后面这边空的 这不用我讲吧 不用我讲 好 我们 聊空气 我们开始听 今天的 周到 我们继续以赛亚书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讲 在我们离开之前 10月22号 一个多月了 可能很多内容都忘掉了 但是我们继续讲以赛亚书 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 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八节到十章四节 我们上次讲的是九章一到七节 由于同理为我们而生 很重要的预言 那么今天呢 是 就是四段语诗吧 所以跟三四首诗 我们这样读 这一页 帝宫读 预备其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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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 有非其事 他們在頭上是以色列 雖然不是 耶和華的力氣還未轉效 他的手能伸同同主 好 我們這一日 慈悲來 慈悲請 這百姓還沒有歸向擊打卡文頓主 也沒有尋求外軍之耶和華 因此耶和華一日之間 必從以色列中檢除頭一尾 宗師與魯偉 長老和尊貴人就是頭 以謊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偉 因為引導這百姓的 使他們走錯了路 被引導的都必敗亡 所以主必不喜悅他們的少年人 也不連續他們的孤兒寡婦 因為個人是褻瀆的 是行惡的 並且個人的口都說慾望的話 雖然如此 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效 他的手仍深不縮合 好 弟兄主 賢慕在下火 神燒 燒煙地敏和尊貴 在蠢蜜的宿命中招起來 神父成為天主 懸法上腾 令萬軍之列華的列度 地露燒煙 百姓成為火災 無論戀愛弟兄 有人又變搶奪 人受飢餓 左邊吞吃 能不飽足 個人吃自己的 依法上腹肉 馬拉西吞吃 依法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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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用事的反應》 依法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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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外人連喻 彩获从远方临到 那时你们怎样行呢 你们向谁逃温求救呢 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 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虽然如此 英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深不缩 好 我们一起低头倒 主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 我们看到了神秘的怒气 在一夜之间向着美国以色列民发作 虽然说他们遭了那么多的灾 但是神秘的怒气依然没有转消 主啊 我们知道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怒气 完完全全地降在你自己儿子的身上 主啊 成就了你的公益 怜悯了我们这些 应当被你怒气击打的人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 要好好地信靠主 跟随主 一生服侍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好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读这一首诗 你可以说是一首诗 就是一首诗 我们可以把这首诗叫做 北国的灭亡之诗 最后一句话都是很压韵啊 虽然如此 烟花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 人声不缩 意思就是 虽然有这么这么多的事情 这些灾难降临在北国 但是神的惩罚没有人在来 他的怒气还未转消 人总是这样对吧 为自己继续愤怒 觉得没事 觉得没事 等到了某一天 当神的怒气真的降临的时候呢 人就受不了 我们先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 有一同女为我们而生 首先呢 在经文中是说 我们在黑暗之地的人看见了大光 我们在书家图里也有这样的经文 也有这样的经文 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照了他们 我们都是在死因之地住的人 你不要说我们这很亮他 不是的 不是那个亮 那个光不是指我们没有灯 指的是我们心中的黑暗 我们不认识谁 不认识罪 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说真光照耀的时候 人为什么能信主真光照耀 是什么 你看到你自己都无耻 没有人说我认识神了 以后还觉得我自己很好 很正直 很公义 我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你还觉得你很好 你没有认识神 连保罗这样的人都说 在罪人中我是人最好 他说他讲律法的义务是无可之在的 就是他完全去遵行律法 当他认识神以后 他觉得他自己天天最坏的就是他 我们也一样 所以他是真正的光 所以当人们寻找他的时候 寻找不到一切希望的时候呢 黑暗中的大光照耀 另外他是赐我们得胜喜乐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 当真光照耀以后呢 他们家庭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时 分辱过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付的重乐 和一切的重担都脱落了 所以他赐给我们的是得胜的喜乐 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 真的是有喜乐 这个喜乐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以前知道 你因为做了这么多的措施 不管是撒谎了 是贪婪了 是好色了 还是骂人了 苦毒了 这一切在基督里都被饶恕了 所以你认识他里头呢 就有一种得胜的喜乐 因为你胜过了仇敌 然后接着说 他是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勇在的福 和平的君 是说他有完全的智慧 他无所不能 赋予己是同为一 是全能的身神 然后就从永远到永远的起源 真正的和平之后 耶稣基督才能够带来 这个今天的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有什么办法 我告诉你两个办法 都没有 就像巴尔 就像哈马斯 跟以色列的冲突 是死级 也没有办法 因为哈马斯 整个阿拉伯世界 是以巴尔以色列 以色列人全部杀干净 每个人都感到严重害 淹死 为他们的献葬 他们的最高准则 一点办法 除非有神 就是当这些穆斯林 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 认识神的时候 他们才能改变 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见证 就是当个穆斯林 他真的认识了 他们的阿拉伯不是神 只有在世纪加上 为他们感到的那一位 耶稣是神的时候 整个人都改变过了 除此之外 没有办法 死劫 这是一个死劫 世界的火要停 对吧 那是 只要巴尔冲突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能够支持在世外 不是支持这边 你就得支持那边 所以只有他才能够带来和平 最后是耶和华的热心地成就这事 不是说我们去求神啊 你给我们和平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给我 没有 我们不认识 我们没有可能去求 是他自己 是神自己主动地去成就 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计划 而是神自己一往情深的热情 是他对我们无边无际的 不可改变的爱 是他自己主动地去成就这件事 这是我们在10月22号的正道的有关以赛亚书 那么今天呢 我们刚才读的首诗 最后一句是什么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暮气人为转消 他的手人身不缩 我们把这首诗 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 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标注 9章8章到10章4节 我们把它叫做北国的灭亡之诗 北国从建国开始 耶和华安建国的时候呢 他就害怕他的百姓 这十分之派的人 到南国到以色列去敬拜神 他害怕 所以他干什么呢 他就在那个蛋 就是造了个金牛炉 然后让不是立位人的人去当祭司 然后去给那个金牛炉献祭 说这就是耶和华 然后呢 即便犯了这么严重的罪 神一言怜悯他们 一言怜悯他们 就是神的弄气 还没有继续到那个点 在一夜之间还没有到那个点 而且呢 当他们被亚兰被周围的列国欺负的时候呢 神还是兴起先知 比如里利亚 里利沙 大家记得吗 兴起这些伟大的先知 来帮助他们 来打败仇敌 就是有一个暂时的合理 暂时的合理 所以如果说一个教会 比如说 把这个不是立位人的人不能担任祭司 没有什么呼召的人不能占任何一个教会 就是 不管你学了多少神学知识 不管你学了 哪怕你是博士 你没有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呼召 在神医院就是这样 你要读 你可以读 但是你要做圣职 做服侍 一定要用蒙昭见证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这个 这个神来拣选你的你的这个信主的见证 信子的见证 而且蒙昭见证 一定要有 否则的话 就是把不是立位人的人当作祭司 是同样得罪神的事情 马尼路德夫说过嘛 如果你没有被呼召 你逃避圣公 逃避这个俗世 要想逃避地狱的活 因为你会用自己的血气 去传讲神的话语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那么就是这个美国 这么得罪神 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神还是怜悯他们 可是这一次 为什么 因为华德首人声不缩 他们的怒气为什么爆发呢 因为他们要联合他们的素敌雅兰 来攻打他们的兄弟 南国有打 南国有打 他们这个时候 他们是想 雅兰联军他们想一起来攻打 让这个 南国跟他们一起来攻打雅素 南国没有答应 他有两个 亚兰跟北国一次给他们 就联合来攻打自己的弟兄 神的怒气一下就爆发 就是 然后发出了对北国的审判 然后见着先知以赛亚 发出对北国的审判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首诗 但是最后一句都是他的手人声不缩 但是他们也很危改 神的众派马就马上就要遭 十几年以后 北国就亡也要去 北国就灭亡了 但是呢 在这之前 上帝宣告说 他说 我们刚才读的是什么 主使一言入于亚的家 落于以色列家 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联和撒马利亚的居民 都要知道 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专强他了 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 三树坎了 我们却要换香柏树 意思是什么 以色列家 你不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神要攻击我们吗 不要紧 上帝如果把我们的这个城市 他们是花了一百五十年建了一口坚固的 凡人的撒马利亚城 把我们这个城给毁了 我们就建一个石头 意思是上帝你算什么 对吧 你把我们的这个毁了 没关系 你把我们这个堂烧 我们立刻花两千万个更大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上帝你 你算什么 他们骄傲到这个地步 然后说 三树坎了 我们是要换香柏树 三树是普通的树 香柏树是很值钱的 就是你毁了一个不好的 我就觉得更好的 你把我这件衣服给撒破了 我立马就去买一个更高级的 你把我的包然后 我就去买一个LA 我就去买一个更高级的 就是这个 爱马仕 对吧 你认为我的空气 我就去买一个爱马仕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 不怕神 他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 建立了一座辉煌的城市 那么他们 你回坐 我们建立了更好的 他们为凭自己的能力 能够应付一切的灾难 包括上帝对他们的祭祷 所以说呢 神当这样的时候 你说上帝还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想起来的就是在这个 创世纪里面 在创世纪 大家还记得那个宁禄 宁禄 宁禄就是这样 宁禄他们为什么要建八格塔 宁禄带领大家建八格塔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上帝啊 你居然要用洪水把我们给灭了 我现在就要建一座塔 到我们里去 你在用洪水灭我的时候 我就要代表全人类去找你 你用什么了不起 你凭什么把我们给灭了 红水你总共把你自己给淹了吧 神总共把你自己给淹了吧 我们现在就要 我就要这么干 我就要去世纪上帝 你为什么用洪水灭我们 你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北国是同样的道理 但以赛亚跟他们宣告说 主使一言入里亚赫家 洛宇以色列家 就是这个话做到北国家 做到北国的时候 说神要惩罚 你们要回来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的 没关系 上帝把我们自作成砖墙给他了 我们建石头 桑树卡我们用箱来说 已经狂妄自大道 完整的法上了 然后神说 因此耶和华说 他要高举力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 必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勇亚兰西有非力士 张口吞噬以色列 就是东边西边都有仇敌 而且还有力训是亚树 亚树是在以色列的 我觉得是在东边 就是不管是哪一边 哪一边就是四面兽 在这种情况下来攻击他们 虽然到了这个地步 神的怒气还不能转消 神不是说上帝来击打他们 是借着周围的仇理 借着非力士 借着亚来人来攻击他们 以法连是北国最大的指派 所以用以法连来代表北国 这是北国以色列的骄傲 能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当人完全不把上帝的惩罚当成一回事的时候 神的惩罚就降临了 而且英文华的怒气在一夜之间 我们不要觉得说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某一天 当时怒气突然降临的时候 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抵挡的 我们没有办法抵挡 所以当人骄傲到英文华 不怕神的时候 就像前两年听说 比尔盖茨往平流层 要打多少吨的灰尘 就是要阻挡太阳的辐射外线 风亡 就是风亡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要对抗上帝所创造的自然 你也根本不怕神 神的惩罚 知道也没有要降临下来 当初的北国今天的任何人 任何国家 当你觉得人定胜天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天斗也其乐无穷的时候 你要小心上帝的惩罚 一切的灾难 周围仇离的攻击 瘟秘 饥荒 这都是上帝伸手在这个时代 你不要说这是自然灾害 上帝可以让一个国家风调人水 上帝也可以让这个国家灾难频发 像在南美 那是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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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们是浇缅家阳 是两个边境线连在一起 一个国家就是灾难频发 一个国家就是平而复旧 因为灾难频发的国家 它们是 它们是 它们是乌鲁教 它们是国教的种乌鲁教 它们是公开的 它们就是说我们就是拜撒难 就是这样 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你不要觉得 你不要觉得 这些基督是好让自然的 那么后面呢 接着又说 当神的怒气依然发作的时候呢 神又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 击打他们的主 就是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了 它们还是没有归向 击打他们的主 就是周围列国都来攻击它们 它们还是有归向 当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 我们老是经常说的 说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呢 不是说这个国家强大 国家强大是真的 它第一次就说是 上帝让这个猫睡着了 所以老鼠就比较厉害 就是周围的列国都不来攻击你 上帝让他们都降死下来 那么当这个时候呢 神就兴起这些国家 一个一个都比以色列强大 来攻击他们 但是他们呢还是不回来 所以这百姓还没有归想 祭达他们的主 也没有寻求冠军之业的狂 这个话是为了我们每个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信主了 你身上总是有一些灾难的时候 不是像保罗一样 是为着主受的 而是一些莫名其道的苦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祷告一下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如果没有那去啦 那感谢主 如果错了就赶快去改 耶和华一夜之间 逼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尾 宗之与如尾 长老后尊贵人就是头一 谎言 焦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这 因为引导这百姓 是他们走错了路 被引导的都必败亡 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人 也不延期他们的孤儿寡父 因为个人是泄毒的 是喜悦的 并且个人的口都说余奥的话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会转消 他的手人声不缩 所以神的广教 并不是说为了毁灭 神的广教是为了让他们拯救 是为了让他们悔改 但是如果百姓还没有归向 击打他们的主 百姓还没有归向 神还会继续的管教他们 管教还会继续 所以神的手人声不缩 一夜之间 你看 一日之间幽化 一日之间 立正明和列人解除头一尾 在一日之间 我们常常说 现在是花好月圆 风和日理 我们生活很好 谁知道呢 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 瘟疫降得在全世界 谁知道全世界 一夜之间都疯了 谁能知道 你走到路上好好的 谁知道 突然有一个人 过来撞我们一下 谁知道突然有一个刀 或者突然有一个枪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灾难或明天 哪一个仙道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在一夜之间 耶和华的手 如果说真的要惩罚 就会惩罚到 长老和尊贵人 不照着神的教导 带领百姓 上帝惩罚 然后他说 因为引导这百姓 使他们走错路 被引导的都被外忘 也就是说 不是说长老尊贵人 这个国家的牧者走错路 这百姓同样走错路 神都会惩罚 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三章 我们前面讲过 神要除掉 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 先知 詹文和长老 武士夫长和尊贵人 谋士和有巧遇的 以及妙刑法术 就是不管有事干什么的 有钱的也罢 没钱的也好 有地位的还是没地位的 有权还是没权的 在上帝的惩罚面前 没有权利 没有权利 当一个 作为教会的带领者 不去照着神的话语去带领百姓 作为一个先知 不敢责备罪 就好比什么 惨媚人的 摇尾巴的 摇尊的尾巴的狗一样 他是头和尾 意思就是 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 面对百姓 明明已经得罪神道 明明不来聚会 明明去拜偶像 家里在这里聚会 家里挂的是菩萨 然后你说他没关系都是神 这不行 如果说我看见了 我肯定就把他烧了 把他打 把他扔掉 因为那些是偶像 如果我不责备 就好像 在上帝的眼中 就好像是 摇尾巴的狗一样 讨好人的狗一样 当教会的领袖 带领者成为 明哲保身的哑巴狗 只会讨好会众 就摇尾巴的神 神的拆毁 在一夜之间里到 上帝就告他们做 所以 北国的领袖和先知 不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 依靠人的方法 引导百姓 敬拜而行 最初的这个 叶罗伯安 就是 把这个 金犹如箭在蛋 然后呢 让不是这个 六位之派的人 做祭司 引导他们走 走错了路 神会解除他们 神不但会追逃领旧的责任 也并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少年人也是一样 寡妇也是一样 神兜脸序 意思就是说 很多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 你们知道的是错的 所以那个时候 在北国 北国以色列 有很多的 这个 有很多的 这个 以色列人他们 是跑到南国去定居的 所以 后来归回的时候 就是到现在 到现在 十二个之派是全的 以色列现在十二个之派是全的 没有说 因为那个时候 北国灭亡了 那么到今天呢 只剩下 叶阿敏和尤达两个之派 不是的 十二个之派是全的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知道 他们知道 这样的代理是不对的 他们知道到淡拜金牛毒是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他们 迁离到南国 去住在南国 所以如果说 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说 这个 东方闪电是正确的 这个同体面也是蒙神眷顾的 你们可以 把我赶出去 你们可以离开这个教会 纵然不敢 你说我离开这个教会 绝不在这里 但一点点都没有 上面眷顾的事 如果你明明知道我讲错了 你还说 哎呀 既然他是牧师说了就说了吧 上面会惩罚我 因为这些真理 是人人都应当知道的 所以 领袖应当带领百姓敬畏神 不去 不是去引导百姓犯罪 对吧 像今天 变性的 变性的 吸毒的 我们就是要去责备 不要去迎合 不要去摇尾 不要去摇尾 神的怒气一定会 全部都发作 一定会发作在这个国家 做了这些事情 上帝一定会发作 今天发作的一部分 可能到了 审判的那天 会全部发作 格培里的女儿 不是说过吗 上帝一定会惩罚美国 否则他就要向 索多玛和罗马拉道歉 因为今天的美国 如此的邪恶 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他们在 同性的问题上 吸毒的问题上 变性的问题上 他们得罪神 他们真的是得罪神 这是毫无理由的事情 在教会里 绝不允许 我们绝不允许 我们也绝不去 看大家讲清楚 你不要觉得 有些弟兄姊妹 刚性子不懂 还觉得说 同性恋是遗传的 我告诉你 骄傲也是遗传的 他的菜也是遗传的 你知道吗 好色也是遗传的 那个小和尚 记得那首歌吗 小和尚下山去画斋 师父说 什么都可以看 就是不要看老虎 告诉他们 美女是老虎 回来以后 老和尚说山下什么好 小和尚小大人说 老虎最好 那天生的 就是山下的 就是那些东西 怎么最好老虎最好 他不知道那是女人 他没有出过我们 在山上长大 这是天生的 是天生好色 我们要继续好色下去吗 有的人天生就爱钱 那个 抠门 一分 一分骨花 那时候我们就 天生就这样 一直贪财下去 我们的很多罪 都是天生的 都是天生的 我们爱神是天生的吗 我告诉你 不是 我们天生就不爱神 我们真的不爱 你要现在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时间 我们坐在这里出去 我们出去玩 我们出去赚钱 多么的痛快 我坐在这里 听你讲什么废话 不给我钱 还要我 还要奉献 这是天生的吗 这不是天生的 我们罪人天生的就是 习惯犯罪 我们喜欢享受罪中之乐 所以说 不要告诉我说 这些罪都是天生的 我们都是罪的 不管是 你同性也不同性 吸毒啊 这个变性啊 或者是任何 骄傲 猖败自私 好色这些所有的罪 你到这里来要的 都是悔改 而不是说 既然是你天生 就不要好色 那你就继续好色 天生你就是同性恋 那你继续同性恋 没有跟你说 如果这样的话 耶稣基督就白白的定了十字架 所以作为领袖 要带领百姓 敬畏神 而不是去引导百姓 作为先知要责为罪 而不是去迎合这个时代 否则的话 耶和华的怒气 就一直会 向着百姓祈祷下来 他的手会 一直 人声不缩 就是神降大 神彻取他的保护 任由仇敌来攻击他们 任由仇敌来攻击他们 神的怒气 什么时候完全的被转消 完全的被承担 只有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承担这一切 我们是远远做不到的 好 继续 我们读下一节经文 我们读下一节经文 这是 第三点 就是他们 不顾念兄弟的情侣 邪恶像火焚烧 对吧 烧灭荆棘和吉利 在仇敏的树林中找起来 就是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邪恶 就好像一个烟头一样的 你把这个烟头放在干的树里里 它必定会变着 你不要说 那个烟头我都踩了一下 有一个火是不要紧 要紧的 这个火星就得把整个森林都烧掉了 所以 邪恶就是这样 你对脆一点点的容忍 可以让它迈远下来 如果教会里 现在有一个人搞同性恋 我们说 没关系 你 就凭对了就好 不可能 不告诉你 一听说这个教会容忍 嚇着人 再给了再给了 这个教会就成了肥窝 就不是教会 就成了撒乱的居所 就不再是耶稣基督祖来生 我们 有的人就说 我们跟男朋友女朋友 我们没结婚 我们同居了 没关系 你们相爱就好 以后就慢慢地会这样 没有人尊重上帝圣经的功能力 所以就是这样 心心之火可以描远 你对罪一点点的容忍 就会像火一样蔓延起来 最终烧毁一切 包括 我们在人世上 觉得最亲的亲情 也会成为 住家的屋上 死亡的成熟 会烧毁一切 那有一句话 我真的是忘了谁说的 那些 让我们致命的罪 从来都不是 一下子跳到我身上 是一点点爬到我身上 也跟这个话是一样的 你容忍一点点 你今天 看见别人头带掉了十块钱 你偷偷穿 你偷偷穿到你的头带 你觉得没关系 十块钱吧 我拿了也不算什么 他少了十块钱他也不会 不会有什么影响 没错 下一次呢 再下一次呢 又不了多久 你就会成一个贼 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容让罪来吞噬我们的生命 马拉西和以法连 你看 马拉西吞噬以法连 以法连吞噬马拉西 马拉西和以法连 是约瑟的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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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亲兄弟 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但是互相吞噬 这种现象 从古到京 一点都非常多 我们见过这个 威尔芬家 修力子弟 反目成头 这是小的 那个大的呢 就是比如说在 在中国文革期间 父母子女修力 反目成头 你只要说一句 不管是我的亲妈 我的亲爸 亲生的孩子 你只要说一句 什么 反对某某人的 反对某某打的 亲人之间就告发 然后出去被枪毁 划清界限 不顾忌 那么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 今天的美国是什么 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你是少数族裔 还是白人 你是这个 是不是印第安人 就这样分 政治上来讲 每个孩子回家 跟他父母说 你们就是我要恨的那种人 大家还记得吗 他的父母是 就是 就是有一点社会地位的 我觉得你们就是欺压人的 受欺压人是黑人 现在黑人受欺压 现在黑人欺压人还差不多 那么不同肤色的人 就彼此攻击 这种批判性的种族理论 就是极其邪恶 让血缘和亲情丧失 所以最可以毁灭一切 不管是在过去的中国 在今天的美国 在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朝鲜 只要 只要让我们人 为了这些 为了这些 东西 不顾念自己 不顾念亲情 不顾念我们的血缘 这些都是邪恶的东西 谁让我们彼此相爱 对吧 在基督里 我们虽然不是 这个 血缘上的兄弟姐妹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 是一概人 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任何人在教会 有潮汐基督纷争 任何人在教会 有潮汐基督纷争 生能结党 拉帮结派 这不是从神来的 我们俩怎么怎么做 我们俩怎么怎么做 他怎么做 就这种人 在教会里面 不是神学的 我们要像一家人一样 是身体中的知己 要彼此相爱 要彼此相互 要彼此激烈 都捅走 他们怎么做 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有人 右边抢夺 受饥饿 左边吞赤 各种方便 各人吃自己的房 壁上的肉 意思是 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饥饿领导,你把别的东西抢来,把这些东西抢来还是吃不饱,恨不得吃自己的肉磨成这样 上帝会让这些灾难,这些饥荒降临在背国,但是就是这样子,他们还是很亮,神的动静还没有转交,因为他们依然不回转,归向神,他们依然不回转 然后呢,兄弟这些彼此,彼此偷吃,不顾念亲戚,他们还联合起来,一起攻击一把,就是他们现在,伊法莲、马达西、亚兰,他们连横外地来攻击自己的兄弟,所以上帝的怒气向他们降落下来,不会转消,依然,他的手人身不缩,这是内部就,就是他们不顾忌兄弟,不顾忌亲戚,所以上帝惩罚他们 然后他们的另外一个罪,就是弃压,穷苦人,神说,祸灾,那些设立独义之律和记录,奸诈之叛人,为了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日理,以寡父当作奴物,以孤儿当作原物,在降法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远到,那是民贼有心 上帝告诉他们说,那些应当去设立,去维护律法的人,你们自己利用手中的权柄,去欺压百姓 你们设立一个律法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说遵守冤华的律法,根据神的圣经用的原则去设立社会的律法,你是为了自己的律法,制定自己的律法,拒绝神的真理 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政法,一个政府,一个团体,任何的地方,他只要藐视上帝的真理,藐视神的话语,他设立的东西就是为自己 他应当去设立好的,但是他设立不一定的律力,和记录奸诈之叛律,这个叛律应当公正的 你透了他的钱,你要还留他,还要他道歉,还要扶他两个钱,不 这个公正,判语不公正,你透了他的钱,是一发不小心掉了,他丢了头,活该 很多的判语是公正的,很多的判语是公正的 就像,比如说我们的铁链女判了几年,王毅判了九年,是爱你干 这就是记录奸诈之判语,这不是一个公平的,这不是一个意义的判语,而是一个不义的判语 他这样的人,目的是什么?去往穷罚人,夺去民中困苦的人 就是让穷罚的人,让困苦,让大秦,无处讲理,你没有话可说 我们到了门国有处讲理,就是理不理都去讲 在真的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地方讲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人家有手中的权柄,百姓没有地方讲理 我们来到一个讲理的国家,我们要来维护,维护讲理,我们要维护这个理 我们更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国家成为光,成为赢 而不要随着他们一同堕,所以这些人,他们让百姓没有地方讲理 这些做官的,这些掌握权柄的,他们让百姓没有地方讲理 他们欺压过而往复,所以当降法的日子,在过来的时候 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 你们只得趋劲在被褥的人以下,托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意思是什么,当英文华的降法临到的时候,你有权柄 你有钱财,你有地位,你有财富,你有知识,一文不值 地震来了,是不是有钱人就被压死 威易来了,是不是有钱人就不被感染 是不是你是博士,你就不用得 不会的,当战争来人的时候也是一样 所以当英文华降法的时候,你们这些不义设立不义律例的,记录奸诈判识的 你们这些掌握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私利的人,你往哪里走 你只能屈伸在被褥人以下,扑倒在被杀人以下 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被杀的,你也扑倒在一起 你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变化 当英文华的暮期面前,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你的地位,你的财富,你的权力,你的知识 你所有的一切,没有用,你能怎么样 所以你趁现在,你如果还能够手中有一点点的权柄 能够去设立一个,遵守神话一个,遵守真理的一个律例 然后不要去做那些奸诈的叛语,不要去欺压权法人 不要去让这些孤儿党父被欺负,夺取他们的东西,夺取他们的财物 不要让他们有理不出诉 这是神对这些以色列的掌握权柄的人说的 他们的另一宗罪就是他们要欺压这些困惑 社会的混乱,从来都是从教会的混乱开始 真的都是从教会的混乱开始 今天,美国的这种状况 教会有不可推卸的学律的责任 如果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中持守真理 如果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中成为光成也 如果教会不要堕落,社会不会堕落 社会不会堕落 所以不要说谁谁谁通过了同性恋 谁谁谁如何 不要这样说 以前在美国的基督徒98% 比例98% 今天到今天承认的只有50% 就是承认我们基督徒只有50% 承认的里面还有真的假的事 对吧 当然这还是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但是比起98%是差得很远 很多人已经不认识神了 已经是不承认神了 只有离弃神的神才能够通过这个同性婚姻 否则的话 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怎么可能通过 上帝设立了一男女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婚姻 你怎么可能去通过 那些大法官们 他们在神面前这个罪他们一定会有当 他们一定会有当很大的罪 所以离开神去谈公平公义 就必然会导致更大的罚 一定会为自己 因为你会设立那些不义的律法 是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你自己 当然美国相对来说好 美国有些国家各样的问题 国家无处说理 对吧 想断任是其别的 想说你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想说你建立交会 说你非法集资颠覆国家政权 没处降临 没处降临的国家神的降伐一定会来到 降伐的日子 难道现在突然说北京一个地震了 把北京势力震死了 把中南海的人不震死吗 是一样的 所以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样的 他们屈身在废友人下 扑倒在废友人下 就是这样上面的怒气 一眼没有转消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说 人聚觉真理就会各身子 需足私利 在不降伐的日子 没有任何差别 在瘟疫面前谁不感染 谁说我当官了 我是博士 所以我就不感染瘟疫 我钱多 所以我就不感染 没那一说 所以 我们基督徒是有躲藏之处的 大卫在17篇第8节说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使我脱离他欺压我的恶人 就是唯会要害我命的仇人 他祈求神 那么上帝爱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个敬畏神的人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当仇敌回宫的时候 上帝把我们藏在他翅膀的阴下 你在英雄华翅膀的阴下 谁能攻击到你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都是出信的 讲一个真实的见证 唐山大地震 都听过吧 七六五的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一片废墟 我记得当时 一个什么人就是到北京去汇报 然后他说 然后当时每个当官 如果你一句说 唐山有一个 德国建的一个碉堡 说怎么样说倒了 他就说唐山大地震 那个碉堡是德国的 德国知道我们知道如何的质量 他都倒了 唐山就一片平地 就在地震前一天 有一个派出所 他就把一帮基督徒 全部都交到派出所里 那天晚上把他们关在党 把他们就关在那 说是右派 那时候肯定都是右派 但是已经到了文革的末期 所以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 总之把他们关在那 然后那天 就是从建筑学上讲 就是怎么左边撑了一下 右边撑了一下 怎么怎么 力学怎么怎么 那个房子没有倒 那个去的基督徒 一个都没有死 上帝会把我们藏在他翅膀的阴下 当任何灾难来临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神的怜悯 神永远有怜悯 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 我们像大卫一样 可以祈求神 保护我们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那这个是本能的 就会变人 保护我们眼中的同仁 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那样 藏在他翅膀的阴下 是我们脱离恶人 脱离要害我们的命 的仇敌 不是指某个人 是指的撒旦 他要害我们的恩 上面会保护 所以我们不要做像北国一样 那样的骄傲 神啊 你是不是要揣回我们的砖墙 没事 他就见了时候 你要把我们桑树建的房子长了 不要紧 我用小百数建 明明自己设立律法 是为了自己的起立 让穷人无处去说理 然后呢 弟兄之间 亲人之间 明明是我们在世上的依靠 我们弟兄在地上的依靠 但是彼此呢 去吞吃 去攻击 这都是他们的罪 然后领袖 带领百姓走错路 然后先知不责备罪 像狗一样去明和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是什么 先知就是什么 而不是高主的神的话 圣经是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任何上有 里面一个字的辩论都不可能 这个世代爱怎么样怎么样 无所谓 因为我们是要承受永生的人 所以作为每个基督徒 你不要说神是先知 我告诉你们都是 为什么都是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的结束 我们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知道以后会地震 那种瘟疫饥荒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就好像产难的富人一样 一波一波又一波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但我们看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恐惧 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挺身昂首 因为我们不要说的日记 因为我们是要承受永生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去恐惧 不要像这些北国的人一样 去骄傲 去为了地上的财富权力 然后去得罪神 去吞吃弟兄姊妹 去做这样的事情 欺压困困困困的人 综转我们的肉体的生命 离去也没关系 是吧 我们最终要与主永远同在 这是北国的灭魂之事 上帝就着先知以赛亚口责备他们 告祂們煙瓦的怒氣沒有轉向 因為你們做的這一切的事情 你們必須要承受這樣的懲罰 這也成為我們今天 我們每個基督徒的一個借鑒 讓我們也能夠在這個世代中 知道我們自己立道的那樣去做 立道如何的去進入神 好 我們一起低頭 主 我們感謝祢 我們讚美祢 我們來到祢面前 主 祂祈求神祢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敬畏格 不要去迎合這個世代的風俗 不要迎合這個世界一切的潮流 讓我們真的是緊緊的 靠著聖靈能夠在你的話語裡面 在耶穌基督裡面 主要讓我們每一天都所做的所行的 一切都是桃米喜悅的 感謝你幫助你的每一個兒女 幫助你自己的教會 讓我們在你的裡面有彼此相愛的心 如此祷告奉好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